而香港女神级的歌手关恩娜几个月前是因为生病半边脸出现僵硬颜面瘫痪的情形是震惊香港的娱乐圈 而经过休养之后现在已经复原了而且她也宣布了好消息 是即将和交往五年的混血医生男友来正式订婚 果然印证了先前说的那一句 在低潮之后一定会有高潮 现在脾气带来香港演艺船也传出了喜讯 很多人都替她觉得相当开心 关恩娜之前穿婚纱拍MV 如今嫁作人妇的梦想即将实现 关恩娜在微博宣布和交往五年的男友订婚了 同时po出甜蜜的照片 大批粉丝纷纷纷送上祝福 我相信所有幸福的爱情 靠点拼搏从来没以来 因果单身所以精彩 今年35岁的关恩娜在9月时 曾经罹患贝尔氏麻痹 半边脸部僵硬嘴巴歪斜 俗称面瘫一度在镜头前面落泪 喝水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把水流在口里面 就一直流出来 我就非常的担心就去看老一 老一就发现有这个问题就是 右边面部的肌肉就瘫痪了 当时他可能是因为劳累加上压力大 导致病毒感染 引发颜面神经发炎 我可以不止盖我的眼睛 睡觉的时候要用那个做手术的胶带 把眼睛盖起来 因为怕会很干 还有我不可以大笑 如果大笑的话 我脸都会歪起来 后来他服用高剂量肋骨唇 逐渐恢复 关纳说男友见到他这么吓人的模样 都能接受了 一路陪伴他战胜病痛和心理障碍 现在他高兴地向大家宣布 他们终于订婚了 记者戴律中所报道